2008年1月1日开始后 我们每月基本工资 由22,000元 调整到23,100元 终于 咱们台湾鬼岛最低底心 不再是乡名嘲讽的22K 咱们总统蔡宜文也知道这个梗 也在脸书上分享 22K即将走入历史 劳部今天举行基本工资审议委会 经过劳资双方史上最长的 超过9个小时会议协商 最后由官方敲定 建议行政院明年起基本工资 月薪部分 由现行的22,000元 调高到23,100元 涨幅达5% 实行部分 则由现行的140元 调高到150元 涨幅达7.14% 合计这次调整 至少有225万名劳工 明年渴望加薪 其实如果相对的调高 那会不会我们的物价还会真的上涨 基本工资应该是 一定高的 最后最后最后的关系 不过会中 因劳资双方旗舰大 劳房委员一度集体离起抗议 随后被劳动部长许明春劝毁 我想这样的结果 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我们觉得今天政府部门 有一点 不是有一点 是很偏袒自发 对此的结果我们表达遗憾 谢谢 劳房委员在过程中 拿出各项数字希望资方能将基本月薪 从2万2千元 调高到2万8千8百62元 实薪则是从140元调高到164元 我们已经甚至到最后阶段 退到所谓的8 那到最后在双方5公司之下 那部长也去做了所谓的财势 后来劳方要求到8%以上 那我们无法接受 因为我们考量劳动成本的增加 我们提出来是到2万3 4.55元 而且调整1千块钱 跟前两任的部长金额都一样 我认为对新任的部长也有交代 自发认为 这次基本工资调长 未来对服务业 中小企业和青年失业率 冲击楼大 物价也可能调高 就有超商和量化业者 认为这次基本工资调长 在毛利利润不高的情况下 真的得承受很大压力 大概要增加30%的法定劳动成本 所以换算下来 大概390亿的成本会增加 那对中小企业是冲击很大 对边际的中小企业会淘汰一部分 加上下半年 有中美贸易冲突等贸易事件冲击 景气并不看好 资方对于这项调整 虽然不满意 但也接受 学者专家表示 这次基本工资调长幅度 和外界原本预期差不多 主要是反映过去经济成长的果实 应合理分配到劳工身上 但是到明年元旦上路前 政府必须要积极采配套措施 快速去了解 有哪些企业会因此面临到经营上的困难 进而协助改善